摆脱忧郁症系列之四,情绪的征战 建议忧郁症患者应先遵从医师的指导服药,以药物控制病情,再接受本系列影片的辅导。 请先观看本系列的第一部影片,明白如何按步骤操练。 不可否认的,忧郁症是一种现代人日渐流行的疾病,而且是与精神层面有关的。 精神方面的疾病,医生药物只能控制病情,仍必须从灵性方面双管器下。 协助患者从思想的漩涡中转念跳脱出来,才能彻底地根治疾病。 情绪波动起伏大的人,或很容易受到别人话语影响,就愤怒。 受伤的人要学会与自己的情感征战,不要顺着他去发泄情绪,不然会继续地网破坏性的方向,整个人被拖下去。 曾有精神科女医生因为受不了家庭,工作和别人的眼光压力下,心灵再也无法附和,差一点跳轨自杀。 幸好在最后一刻,自己的专业及时拉回了自己,才免于注下大错。 从此以后他大彻大悟说,不要再被自己和别人的眼光困住了,没有人叫我一定要这样做啊。 何必把压力往自己身上揽,这是被自己的思想困住的案例。 也有许多人是被别人的话语困住了,或受伤了,就一直现在他为什么这样对待我? 我要如何如何反击?这样的思想泥闹里走不出来。 对于会让自己陷入情绪低沉或愤怒的思想,尤其是多愁善感的人,或是容易与人起冲突的人,千万不要一想再想,拥抱那种思想意念不放。 要学习借着思想征战的宣告,斥责那种不健康的意念离开,以免落入情绪的漩涡里。 要处理情绪的问题,就要先处理思想的问题,因为思想是因,情绪是果。 如何进行思想征战的宣告,请观看本系列影片第三集,《摆脱忧郁症》系列之三,思想的征战。 有些人的情绪,按钮很容易被别人触发,类似的话语或场景,不小心就会踩到他的地雷,使他一下子情绪就失控。 这往往与他曾受过的伤害,自尊心或安全感有关,使他的思想不健康。 当然的思想不健康时,会充满间酸言语,攻击,冷漠,闷闷不乐,生气等负面情绪。 现代社会越来越多人情绪不受控制,一言不合,就怒气全发,暴力相向。 这其实背后都有愤怒的灵在作祟,都是在攻击人的魂,使人的情绪按钮被触发。 很多神的儿女,生命老是不长进,有时也跟自己的个性或情绪不愿降服下来有关, 以至于一直成为情绪的奴隶,走的路就会一直很坎坷。 我也曾亲自耳闻有人机关系障碍的牧者,自述如何与童工落入情绪性的纷争之中, 而离开了服饰岗位,打了一场鼠灵的败仗,影响了家庭与一生。 鼠灵生命的成熟度在于一个人恢复灵,魂,体顺序的程度高低。 魂里面的情绪是鼠灵生命最表层的彰显。 鼠灵成熟度高的人会有圣灵的果子彰显, 他的个性情绪被灵掌管,就会稳定。 请观赏第一集《摆脱忧郁症》系列之一, 从鼠灵角度治愈忧郁症就可以明白。 鼠灵生命的成熟度,不是单靠神学之时就可以建造得起来的, 因为不是上完所有门训课程的基督徒, 或是神学院的老师,就会是生命成熟度高的鼠灵基督徒。 鼠肉体与血气的基督徒,生命的表现是体, 魂、灵的属地形态就是体贴肉体, 灵力衰微顺服活而行的挂名基督徒。 但是,属灵的基督徒必然会展现出属天的灵、魂、体顺序。 以充沛的灵力掌控魂的活动,魂则掌控肉体的活动, 生活型动机有属灵的纪律, 因为它的灵会顺服圣灵而行。 为了不成为情绪的奴隶,我们要起来为情绪征战。 你不要说我的个性就是如此,我无法改变。 你若这样说,就代表你的魂还没有得救。 你的魂就是思想,意志,情感,就是你的老我。 只要你愿意为自己的魂征战对付老我, 你就能脱去救人,穿上新人,有新的个性,新的命运。 每当你心情不好或情绪被激怒时, 你应该要用你的意志力,起来对付你的情绪。 因为在魂里面,思想可以控制意志,意志可以控制情感。 当一个人的思想被神的话语转化了, 再来就是要将意志降服下来,顺服神的话语而行,对付情绪。 常常操练,就会有顺服的个性, 情绪自然也就会稳定下来。 每当你情绪不受控要爆发时, 无论是陷入忧郁或愤怒, 你都要立刻找个密闭房间或在车子里大声地宣告征战说。 我奉主的名宣告, 我相信主耶稣为我受死并且复活, 祂已经为我付上了一切的代价, 任何疾病都不能挟制我。 我奉主的名斥责愤怒的灵, 忧虑的灵,恐惧害怕的灵, 一切所有不是从神来的灵, 都要离开,永远不得再回来。 我奉主的名宣告,阿门。 要这样反复地大声宣告, 直到情绪平稳为止。 请记得,大声宣告是一种征战, 这不是因为神耳聋听不到, 而是为了把你魂里面的情感倾倒在神的身上, 以达到转化的效果。 每出现一次, 你就奉主的名抵挡一次, 几次之后,出现的频率就会少很多, 最后仇敌就会无趣地走了。 这是他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的救恩, 你只要直接凭着信心宣告即可。 因为主耶稣的救恩是包含灵魂体完整的救恩, 他可以为你担当一切的疾病, 痛苦与软弱。 在征战的过程中, 圣灵若让你想起曾经受过的伤害, 先不管谁对谁错, 要凭着意志力宣告, 愿意饶恕那个曾经伤害过我的人。 因为饶恕别人, 就是放过自己, 得助医治, 走向新人生的开始。 你可以做这样的祷告。 我奉主的名宣告, 我愿意饶恕那曾经伤害我的人, 正如主饶恕了我一样, 我相信主必洁尽医治我。 求主的宝血涂抹我过去一切的伤痛记忆, 并医治伤痛所带来的一切疾病。 奉主耶稣的名宣告, 阿们。 只要圣灵光照你的错, 你也要悔改并向人认错, 你身上的捆绑就会脱落。 悔改洁净之后, 你要宣告新的生命, 要成型在你里面, 说。 我奉主的名宣告, 主耶稣就是我的生命。 我必结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 恩慈、良善、信实、温柔、 节制的果子。 我必不再忧虑, 也不再轻易发怒, 神的生命要建造在我里面, 奉主耶稣的名宣告, 阿们。 除了宣告性的征战之外, 建议你可以在网路搜寻征战的圣之方, 内在生活, 寻找牧主先锋教会将秀琴牧师的一堂情绪和感情的征战课程录音及讲义, 或使用下面的链接上网。 建议一边看讲义, 一边听录音, 这样效果最好, 以建造自己得胜的生命根基。 我们不要老是怪别人不好, 环境不好, 命不好。 神的目的就是要训练我们, 恢复神儿子的形象, 把亚当所失去的权柄, 靠住主夺回, 并有足以匹配基督的生命, 一同作王。 所以, 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学习运, 用主所赐给我们的权柄, 为疾病征战, 为思想征战, 为情绪征战, 才能成为末日的得胜者。 末日所面林鼠林征战的情况, 也会像当年, 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后, 面临后有追兵, 前有红海石一样。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为圣魔向我哀求呢? 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 你举手向海伸仗, 把水分开。 要记得这是一场征战, 不是要苦苦哀求。 主耶稣已经为你升上了高天, 掳掠了仇敌。 你唯一要做的, 就是要运用主以赐给我们的权柄, 靠主征战的圣, 正如主耶稣见踏仇敌一样。 我们就从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节的应许, 开始操练吧。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主已经把权柄赐给你了, 你一定可以靠主得胜的。 我奉主的名祝福你, 领受末日征战的圣勇士的恩高, 灵魂体都兴盛, 征战得胜。 绝战得胜利。 感谢观看